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演技术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在看这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到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我想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 应该也很清楚 我们对于矿工的议题 其实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讨论 如果连今天这一集节目加起来 我们一共有五集 我们几乎很少很少 有一个主题是谈了五集的节目 然后找了五个来宾来做 这种不同角度跟面向的讨论 今天我们要持续来跟大家谈矿工的议题 不过不太一样的是 我们一直在制作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 知道了有一本书 一本青少年的读本 叫做矿山的孩子 那他是以我们过去谈过的一些矿工 或者是在台湾矿业发展的这些故事 或者真实的事件作为一个背景 然后来写出了 以及并没有蛮多很好看的插画 这本矿山的孩子这本书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要来访问 这本书的作者 郭明珠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讨论这本书 明珠你好 那个管老师好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之前大概知道明珠 过去大概就参与一些台湾的劳工运动 那当然你也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那不过这一次你身转换 转换成为一本书的作者 那这本书的书名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叫做矿山的孩子 可以先跟我们简单一下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那个我们会特别不是用矿场 而是用矿山的孩子 是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呢 他是住在矿场上面的山上 是一个很偏僻的矿村 那真实的地名叫做乌图窟 那在台湾其实至少有三个乌图窟 你只要Google乌图窟的话 其实他就是一个有煤矿的地方 那所以他是在山上 然后事实上这个乌图窟 其实就是入土的那个煤矿的意思 所以其实他就是一个有矿山的 有煤矿产的一个地方 那他的父亲他跟他整个家族呢 都是做当矿工 那事实上这个故事的主角的爸爸 经历了一些矿灾啊 生病啊 还有一些劳动过程里面 居然我们知道矿工会遇到问题 他都遇到了 那在这个家庭面对这个爸爸 如果发生重大的矿灾 生病啊 无法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要度过这个难关的 那因为是青少年的成长小说嘛 所以就是他这个小朋友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家庭 受到这么大的冲击 跟他自己怎么样去成长 然后这个家庭度过这个难关的一个故事 那当然也有很多矿村里面 一些非常朴素 非常美好的一些他们的回忆 在这里面 我会看到这本书谈到 跟我们过去访问 可能都会是在矿坑里面工作的那种样貌 或者是在矿坑里面遇到了危险的那个情况 实际上有点不太一样 就像明珠刚刚提到 他事实上有很多 对那些矿区的孩子们 事实上是有一些很美好的回忆 他们的生活的描述 我觉得这部分都非常的精彩 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是 周朝南先生的弟弟对吗 主角是他的弟弟 对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会开始接触到 因为我们过去访问过周朝南 那你为什么会接触到 这个朝南兄的这个弟弟 然后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矿工的议题 如果说要接触矿工的议题的话 其实我在应该算是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我在访问一位捷运潜水夫的受灾的一个矿工的时候 然后刚好他们一批都是住戏纸的 然后是那时候捷运潜水夫镇工人里面比较年长的一批 然后他们很多人小时候是当矿工 我记得那时候访问他们的时候 真的就是蛮震撼的 那时候的震撼是说 他们就说他小时候因为个子就是小时候就进去当矿工 所以因为你是小孩子 就是身体比较小 然后他就说那个霉层是很窄的 所以反而是他们这些身体比较小的小男生 然后他就说他们就是横着像在躺进去去挖煤矿 所以不是那种身材魁梧的 身材魁梧的会去做另外工作 但是要到很窄的每一层工作的时候 反而是让他们这些比较年幼的矿工进去工作 然后之后他们的一路的劳动 然后当然后来他们挖了所谓的台北的捷运 做捷运 那时候我就接触到这群矿工 这群又是矿工又是捷运潜水服 然后刚好他们得到两大台湾最重要的职体的职业病 一个就是陈肺症 另外一个就是捷运潜水服的潜水服症 就是所谓的减压症 所以我那时候比较是以关心捷运潜水服 然后那时候我有拍纪录片或做他们口述历史 认识了他们 有一批以前是做矿工 然后到了 但是那个就是有点事过境迁 因为毕竟那也是二十几年前的一个案子 然后到了2021年的时候 因为知道周大哥他们用矿工的力量 来组了这一个所谓的活动矿工文史馆 所以我是2021年开始进场 去跟他们进行一些口述历史的访谈 然后才又认识了这 更认识了这批矿工 他们在矿厂退厂之后 他们自己怎么样说他们的故事 然后而且是由矿工就由下而上的 然后来掌握住这个劳动阶级的发言权 所以我是那时候跟他们比较熟识 对才比较进入矿工的生活的面貌 那刚才知道这些故事 跟你要把它写作出版 其实又是不一样的事情 像我也知道这个故事 那我们当然是用节目来做这些访谈 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去了解 为什么你会去想要把它出版成为书呢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做口述历史 做了三年多 那因为它原本是一个所谓的政府委托案 然后我们也必须承认 就是政府委托案 它可能就是印个什么100本200本 然后就放在政府出版品里面 那事实上它面对社会跟面对观众 面对阅读者的几率就少很多 那而且其实很原始的 这个所谓的口述历史的访谈的整理稿 其实对一般的读者是有门槛有难度的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 如果只做成是一个口述历史的整理稿的话 其实很可惜 然后那时候是周长南周大哥一直讲说 他一定要找人把他爸爸妈妈 特别是他妈妈的故事写下来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访谈跟他们就比较熟识 我就说好我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除了在访谈周大哥 然后还有访谈他们的他的妹妹周玉珠 然后光是访谈这两位 我大概就写了一万多字 快两万字 关于他们爸爸妈妈的回应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不行啊 那这样他们是三兄妹 还有另外一个弟弟 最小的弟弟是周朝才 我就说那阿财的部分 我也要访问 然后结果阿财讲的是一个 完全跟前面两个哥哥 两个哥哥姐姐不一样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阿财在讲说 他说 我小时候对我爸爸妈妈的印象 就常他们不在家 爸妈不在家的那种冲击 然后或者是说 为什么爸妈就是很少看到他们 是一个很忙碌的 跟周大哥或者是玉珠姐姐 他讲他们的爸爸 好像是如影随形的 跟着他们一起劳动 我觉得跟这个最小的儿子 相差11岁的儿子 他讲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 那时候阿财真的就把自己 当成是一个小孩子 回应他小时候 然后怎么看到爸爸妈妈的 或者是怎么看待这个童年的 那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故事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 跟他们讲 他们自己作为矿工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或许可以从一个小孩子 这个年纪最小的阿财 他怎么去看待爸爸妈妈的劳动时间 而且的确也因为他是最小的 然后有一些是我们觉得是小孩子才会发生的事情 那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所以就觉得应该要把它记录下来 这本书的确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 在看矿工 而且是从一个小孩 然后刚刚出生没多久 然后慢慢的他去努力的读书 到后来是到矿场里面去工作的历程 事实上 一个就算是同样的一个历史的这种背景 但是每一个人生命经验 恐怕都会不太一样 就算他们是同一家人 他们可能对同一件事情看法 也会有一些差别 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知道 你过去也拍过一些纪录片 例如说包括像破迁 都市破迁的这些女性 或者是包括上停车 停车阁的停车厂收费员 还有另外一部就是还亚罢工 那当然都跟劳工的印象 劳工的印象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在这一本书 当然还是以矿工做一个 劳工做一个背景 不过纪录片跟这个小说 青少年的读本 可能还是完全不同的形式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非常不一样 因为纪录片 以我自己拍摄的纪录片 其实很大的一个角色是 我要在现场 然后记录当下 然后对希望此时此刻的事情 不要变成只是一个过往 把现在的这个当下 变成是一个可以对社会 有一个教育作用 或者是有一个 甚至于对这个议题本身 要有一个影响跟发言权 那但是口述历史 就是做矿工的这个部分的话 很不一样是大家都知道 矿场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就比较像是回头看 然后回头去诠释跟理解 我觉得跟那个纪录片是 就是即时当下 然后希望对未来能够变成是一个教材 变成是一个记录 变成是一个微小的历史 然后这个矿工的口述历史 跟做这本绘本是往回头看 然后希望此时此刻的人 能够因为往回头看 而更了解我们自己 更了解这个社会 对 特别是因为煤矿在台湾已经 就是都已经退场了 但是很多人根本不晓得 有煤矿这件事 很多小朋友可能没有看过煤矿 最靠近煤矿的是叫做木炭 就是中秋节烤肉 但他不晓得曾经有一个 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煤矿 然后他曾经是我们的动力 然后是这个台湾 推动台湾工业化 或推动这整个世界工业化 最主要的一个动力 那对那个历史是完全不了解的 所以我觉得我做这本童书 其实是想要让这个年轻的时代 带他们去看以前的过程里面 来了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在创作的过程 在写作的过程其实是不太一样 那当然在创作过程当中 他透过这个当下在回忆过去 那你必须要做很多的这种整理收集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应该也阅读了不少跟矿区有关的书 那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你有特别提到 你阅读了很多有关日本的矿工相关的书籍 它可能是小说或是故事或是其他 那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就是我也让我引发一些好奇 虽然你在书里面没有特别提 就是那日本的矿工的生活 跟台湾的矿工生活 日本的矿工的遭遇 跟台湾的矿工的遭遇 有什么不一样吗 应该是说我们台湾的花煤矿的工业模式 比较像是日本的九州 因为事实上如果到了北海道 又是另外一种运作模式 或它的资本特色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说在日本 因为它毕竟从明治维新开始 它就开始在所谓的工业化 所以它的矿场的财阀的规模 比台湾还要大 然后所以他们的争取矿工这件事 其实变成几乎已经像是偷拐抢骗 就是它是一个人力贩子 人口贩子 几乎是用拐骗的 然后这种状况会特别多 这是一个 就是因为它的规模比较大 然后它对人力的需求 那跟台湾这种比较小的矿 它当然也有人力需求 但是可能就是透过招募 或者是因为贫穷 就会有人来当 那到了在日本的小说里面 或者是特别是那种 就是被骗走的 被哄骗的这种人口贩子的状况 特别多 然后第二个是 我觉得他们到了 因为随着日本的那个所谓的军国化 他们开始去对外侵略 然后所以他也需要能源 所以他这时候他们就说 光是骗日本人不够 所以他们就说 其实拐骗所谓的中国人或台湾人 或者是大家都知道的朝鲜人 就他应该有看过那电影军舰岛 那其实那个这时候那种军国主义 跟国主主义的那种压迫 我觉得是跟台湾是又更 就是那个压迫感是更严重的 那台湾的话都像是一个在边陲地带 但是就是就是那个规模是不太一样的 那但是很多工法 其实跟九州那边的 只要是讲九州的那个煤矿业 其实很多都是相同的 对对对 不过这样听起来好像日本的这种 政治经济的权力或是压迫的形式 是比台湾更复杂许多 可以这样子说吗 可以可以没错 OK那在这本书 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也收集到蛮多的资料 那特别是在 也是一样在你的这个序 在前言里面提到说 你发现有很多让你感动并且深思的故事 那当然这个深思感动的故事 可能包括周朝才他们一家人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个案 你在这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是让你觉得很感动 或是特别是我觉得深思这件事情应该 不是一个纯粹的去收集资料 而是会回到你的内心 内在里面 有很多的搅动 有很多的翻腾 有很多的思考 其实我觉得一个是职业灾害 然后或者是职业病 我觉得对工人的一生的冲击 而且是对这个家庭造成的影响 就是说他不可能是说 这个你今天我感冒咳嗽 然后所以我就请个一个礼拜的假 就没办法工作 因为流感很严重 或者是COVID-19很严重 事实上他这个冲击 可能就是会影响到这个家庭的人的一辈子 像里面的大家都知道周朝南 周大哥的故事就是因为父亲他被一千公斤的煤压住的时候 结果事实上不是只有爸爸受伤 事实上周朝南本身 他就是从他本来的基隆中学 他就是要中错 那事实上呢 那我觉得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说 其实他的父母都告诉他们说 我们那么拼命工作 就是希望你好好的读书 以后不要当矿工 结果事实上呢 他们还是熬不过这个命运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 那包括他的妹妹周玉珠 都已经小他九岁了 那你就觉得说 如果过了九年之后 这个家庭经济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事实上虽然好一点 但事实上周玉珠 他同样的也是觉得说 与其让我去念那个中学 那不如我来进入这个家庭的劳动 成为家庭劳动力的一部分 我都会觉得那种是 命运是不能随你 不是说不是周朝南不会读书 不是周玉珠不会读书 而是他们的这样子的矿工 这样子的社会位置 然后包括他们暴露在这种 职业的风险里面 是让他们的子女没有办法读书 然后没有办法 还是继续走矿工这一条路 那到了周朝才 因为他跟周朝南相差11岁 然后而且他刚好是所谓的国中的第一届 那前面周玉珠跟周朝南 他们都会说 他们小时候考初中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补习 然后错一体打一下 周朝南会开玩笑说 他小时候即便他长大了 晚上要是太累做噩梦都是梦到被老师打 就是因为可能老师说80分 然后他考70分 他就会被打十下 就说其实那种升学压力的 在他们来讲其实是那种挫败 就是他又是一个机会 但是又带来很大的压力 那到了周朝才的时候 他已经是国中毕业 是所谓的九年国教了 那他们家因为有前面两个哥哥姐姐 也一起工作 所以他才有余裕 真的他才有办法去 所谓的升学 然后选择一个不一样的路 那至于他后来 为什么又再来回来当矿工 那当然是另外一段故事 可是就可以看到所谓的 假如说这个叫做阶级的流动 是非常的困难 并不是我们想的 就是以前可以说什么 九级贫富可以当总统 或矿工 对可以翻身的故事 事实上说要翻身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然后第二个 我自己会比较探究的 也是他们对于自己阶级的 一个认知跟感受 因为他们有时候周朝才会 周朝南会开玩笑说 我们班考前三名的 其实后来都帮 倒数第三名的人工作 那意思好像是说 其实你再会念书 但事实上在那个年代 其实是有钱的爸爸 是比较管用的 事实上你功课再好 也只不过是当矿老板 或者是小生意组来工作 但是对于他 他就觉得说 他以前当矿工是 他用说他不会怕当矿工 他不觉得危险 应该是说 他不能把危险当作是一个害怕 可是他说他怕的是什么 我人心欧欲去 就没有办法翻身的那种恐怖 那种压力 反而才是塌在他身上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于矿工的 这个阶级的认知感受 然后到他们去翻转他 然后到初朝南 他最后竟然在退休之后 回来来做了这个矿工文史馆 他又开始来 他反过头来是认同这个矿工 这个身份的 觉得矿工 他就说比起很多行业 事实上很多人是偷拐抢骗 然后但是矿工是一分一 真的是血汉在做工赚的钱 他就觉得说 那这样矿工反而是更高尚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走得这么大一遍 他们回过头来 从以前觉得当矿工 到后来他去外面闯荡 回来突然觉得说 矿工才是最最实在的 对这个台湾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 那我都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过程 跟对自己的阶级的肯定 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可贵 跟难得的一个故事 这的确从周朝南的这个刚刚民主讲了 或者是他过去在访他 我觉得他会觉得他的工作 工作是踏踏实实的 然后他也会觉得这个工作 虽然过得很辛苦 但是他是认同这个工作里面 所展现出来的价值 那刚刚也特别谈到过去 因为在矿场里面 劳动私学的这种情形 那前几天 这个基隆市立中学 就是之前他叫做明德国中 就是周朝南先生 他读了这个国中 然后校长还颁了一个 这个农育毕业证书给他 然后还在现场 对他有很多的这种肯定 我想这也是他可能 从来没料想到 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吧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OK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要回过头来 再来跟郭明珠来讨论 因为他来跟我们更多的介绍 这本书里头的主角阿财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 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的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很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公众的捐款 公众的极致的力量 才能让独立媒体真正的独立走的更远 更好 也让我们可以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是一本 童书是一本青少年的读本 那谈的是我们过去好几个礼拜 有几个礼拜跟大家曾经讨论过台湾煤矿的故事 那今天的来宾 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这本书的作者郭明珠 明珠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那也要特别谢谢明珠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四本矿山的孩子这一本书 那怎么样得到这一本书 就是在我们节目说明栏的下方 会有相关的连结 那你只要点进去连结 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问题 包括你对这些台湾的矿业的看法 或者是你对我们节目的意见 都很欢迎你来告诉我们 那我们也会在里面再选择几位朋友 都有机会来得到这四本的同书 那我们再回到这本书的相关的讨论 我其实也蛮好奇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为什么会想要出版这种青少年读物 那跟过去的纪录片的拍摄有什么不同 那为什么我还是觉得 为什么想要用这种同书的方式来进行表达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是算是绘本 但是导演跟我说 这不算绘本 这是一个青少年读物 但是用这种所谓出版的形式 也跟过去我们看到 像郑怡文老师 他会用影像的策展 或者是用节目 或者是用导览 好像又是一种不同说故事的方式 其实我也很想要做绘本 可是因为绘本的准备工作要更多 但我会想要出这本同书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在做旷工的口述历史的时候 看了非常多国外 然后非常精彩的绘本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就是为什么台湾的旷工的故事 也是血润斑斑 然后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 然后我过程里面 而且我觉得 他绘本好像是小孩子 可是事实上 他是反而是要求我们 训练我们 用更精简 然后更简朴素的文字 然后还有一个能够带动想象力的画面 来进行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的工具 你就想成说 如果小孩子都看得懂的话 那大人或学生 年轻人应该都看得懂 如果你讲的是一个很深奥的 然后只有什么殿堂 学术殿堂里面的少数学者 跟你能够沟通的话 那表示他离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人民是太远了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同书 我觉得是把自己 就是让这个受众的门槛降低 然后但是要要求自己 能够讲得清楚 讲得生动 然后能够吸引人 那过程里面像 我刚刚讲的那个 日本的 他跟台湾接近 就是这一本所谓的 我在矿山的童年 他其实就是讲的 事实上讲的是两个小女孩 然后主角 主人翁是 的爸爸是职员 然后呢 他三年级的时候 交到了一个朋友 是矿工的一个小孩 那事实上只要有做过矿工的 口述历史 接近做矿工 对他们来讲 矿工跟职员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就是他们叫白帽 就是戴白帽子的 然后他是管理职 他有权利来 苛扣 不能讲苛扣了 就是来猜夺你 这个工作是多少钱 然后甚至于你带出来 他也是满满的尖尖的一车的煤矿 他给你戏魂 变成叫你要打气责 所以职员跟挖矿的人 事实上是一个很深的鸿沟 然后结果就是这个 到了这个书里面的那个 场景到了学校的时候 职员的小孩就是里面的主角 跟一个矿工的小孩 他们就变了好朋友 然后矿工的小孩就带职员的小孩 去剪那个所谓的舍石山 去剪碎煤 或者是洗煤的那个 那个河川里面变得很脏的 河川要怎么去跳过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透游 本来是一个很对立的 两个角色 可是透过小孩 他们却能够互相了解 互相交流成为好朋友 那我都会觉得 这个的确就是只有在 童书的世界里面 可以又可以看到这个现实里面的 尖锐面 但是又可以得到和解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在写 这个阿财的这本书的时候 也是希望说能够 除了看到矿工 他们的爸爸遇到那么危险的事情 被压到 然后最后死 因为陈贝正痛苦的离开 这是一个很险峻的 可是作为一个小孩 他如何去面对这些挑战 所以里面包括说 妈妈必须要去工作的时候 那阿财那时候才两岁多 那没有人可以照顾他 所以他竟然妈妈迫不得已 就把阿财带着跟哥哥 14岁的哥哥跟妈妈 就把两岁的阿财带进去 矿坑里面工作 所以阿财说他小时候的记忆就说 我那时候就记得 有很长时间 那个好黑好黑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出去 哇又变亮了 所以他两岁的记忆 可能就是只记得变黑跟变亮 一直在交替 可是事实上这就是一个 它变成是一个 似乎是一个很魔幻的时间 但事实上 感觉去儿童乐园玩的那种感受 对就好像是进去鬼屋这样子 欧妈妈 然后突然之后又可以重见光明 那其实事实上 这个很魔幻的经验 事实上其实就是爸爸矿灾了 然后妈妈必须要带着他一起工作 因为家里没有其他的人可以照顾他 那我都觉得这个一定是矿 就是一定是小孩的视角 才有办法有这样的经验 才能够就是除了讲那种血泪斑斑 爸爸怎么样多么辛苦 或者是执灾多么惨 妈妈去当东西之外 我都觉得是小孩子的视角跟经验 可以让这个故事更生活化 而且的确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活过来的 对成长 不过这样子我就很好奇 他就是对他来讲 好像是一个到儿童乐园 或者是那种 就是忽明忽暗 就是好像是一个探险的历程 可是长大之后 当他知道整个的矿区的生产的状况 劳动的状况 其实他爸爸遇到的遭遇的时候 那个不会有很大的落差跟冲击吗 他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他们是很乐天之命的 就是说那时候妈妈必须是这样子才能够带着他们 所以他也没有说 我好像去儿童乐园 而是他很清楚 他就必须要在那样的环境里面长大 然后用一个比较正面 没有到虚幻 因为整个家族都是矿工 就算是爸爸没生病的话 隔壁的伯伯 叔叔阿伯 伯父也会生病 然后甚至于因为贫穷到必须是入罪啊什么的 所以他们的现实里面 小时候当然会就是尽可能的在大自然里面游乐玩乐 但是他们都知道生活或者是矿村的风险是存在的 这也是他从小刚刚谈到他两岁就进入到矿坑 然后他也被封了一个 我不知道是你封还是别人 说黑猴儿童荣誉榜 是因为很想进去矿坑 然后就有这个荣誉吗 还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那个蛮有趣的一个真奥 这个是我自己帮他们加进去的 因为的确就是这么小就进去的很少 因为我们大部分听到都是八九岁 然后是在外面夹茶油 就是那个润滑 那像他那么小就被带进去的其实是非常的少 然后所以我为了要让他这个特殊的记忆 特殊的经验能够丰富化 所以就帮他取了这个因为的确 投动或者是台湾的记忆里面这么小就被带去 像一个娃娃这样被背着进去 带进去工作 事实上是非常的小 所以是用有一个比较像是同趣的方式去弄 而且包括他得到这个除了有这个特殊的经历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爸爸胃出血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都觉得胃出血好像只是一个小病 但是事实上在那个年代 胃出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 然后因为我爸爸也胃出血过 所以我们家里都会因为爸爸胃出血 然后造成很大的阴影或压力 然后结果呢 要带去台北那个看病的时候 结果呢 他就说他第一次去台北 结果他就突然跟跟我说 然后我就被遗忘在那个第一间的诊所 以前我访问他两哥哥或姐姐的时候 都会讲爸爸胃出血去台北住院去看病 但是都没有人讲到 这个小阿财竟然被遗忘在那个台北里面 那事实上 像我自己常常跟着妈妈 如果在菜市场走丢 我就会已经很慌了 那更何况是一个住在乡下 所谓的矿山里面的小孩 然后到了台北遗失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然后竟然他就可以很 就是非常的有机制的 然后就说 妈妈说留在原地 他们会回来找我 所以他也没有慌乱 也没有大哭大叫 就等着妈妈回来救他这样子 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说他的确是因为爸爸的生病 或者是这个职业的风险 造成他童年一个很特殊的记忆 但是他都可以用很平稳的方式 把他度过 那我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儿童成长的故事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记忆 那所以就觉得说 这个大概只有用童书的方式来写 会比较生动跟活泼 对我们所谓的成年人或大人来看 或是我们非当事人来看 就是感觉这个地方 好像充满了黑暗恐惧啊 那或者说 其实包括还是老矿工论回忆 其实也都不是太好 但是就像你说的 从小朋友的角度来看 他的确是充满了某些的统趣 那这个阿财从小在矿区里面长大 那我也很好奇 他平常都跟谁玩 那刚刚也提到 其实他是跟着妈妈进去工作 可是对于他们的家庭就觉得说 读书是比较重要 那虽然包括他柯柯周朝南也中途 也必须要停止他的血液 再回到矿区的工作 可是我觉得很好奇 就是阿财好不容易考上了一个职校 那对当时应该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那为什么他又回到矿区去工作 第一个他们小时候跟谁玩 他们就说 如果是在那个乌图窟山上 就是很偏僻的山上的时候 他就说 就是跟他们这个家族 他们家族其实有 他爸爸算是排行老七 然后他下面有个妹妹 所以等于是有六个阿伯 然后两个姑姑 那跟他们的小孩 所以周朝南说 他以前是孩子王 然后所以意思就是说 下面就会 周朝南就会有很多 所谓的堂弟堂妹 然后对阿财来讲 就是堂哥或者是堂姐 他就是只能跟自己家里 就是因为山上很偏僻 他们就说 走到下一家还要走30分钟 那小孩子不可能去走30分钟 所以他们就只 小时候就只能跟 所谓的结伯 就是堂兄弟玩 然后玩的都是大自然 什么 那个他们就说 这个把草折起来做 做雨伞 或者是去抓麻雀 怎么样去抓麻雀 然后或者是怎么去抓虫 连虫都可以玩 然后或者是到西里面去抓虾子 那到了他们到 活动山下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已经是比较靠近学龄了 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是跟同学玩 那时候就会有邻居 跟同学可以玩了 对对对 那至于他工作的部分的话 因为他念了所谓的瑞芳高工 就是等于是在在地 矿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职业学校 那他念的是制图 那个建筑制图科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曾经是有到所谓的工程公司去工作 可是后来他到的是一个制造厂 壁纸工厂工作 那那个所谓的制造业 那时候跟矿厂的工作的收入就差很多 因为那时候的制造业 其实就可能是比较出行 那所以说他的薪水 事实上跟到矿厂比的话 大概是矿厂工作的一半不到 那在阿财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是顺着父母的意 不要就是不在矿厂工作 可是到了他当兵退伍回来 他要结婚了 那但是那时候他在所谓的制造业的工作 薪水很明显的是不够的 所以他那时候就想说 那就是刚成家嘛 一定会希望说能够多赚一点钱 而且这成家某种程度像是一个责任 所以他那时候就说 那他到这朝南的工班里面去工作 他就说推车的工作是他在壁纸工厂工作的两倍 那父母看到这也是很现实 如果孩子继续待在一般的工厂工作 其实收入是很少的 那假如说未来是要 还要养小孩的话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只好忍痛让他到矿厂里面来工作 其实在做口述时有一些有一个比较不容易的地方 就是别人愿意把故事告诉你 那这得要有他本身要很丰富的故事 但是如果以这个阿财的生命经验来讲 他的故事是很丰富 可是愿意告诉你这件事情 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 为什么他才愿意告诉你这个事业故事 他希望透过告诉你这些故事 能够再告诉社会大众什么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 活动矿工文史馆的这批志工老师 他们是很有意思的 他不是一般的矿工 所以他很清楚跟我们做交流 不管是写成生命故事或写成童书 他们都很清楚 是在为矿工留下故事 然后让更年轻的世代 没看过没看的世代的人能够认识他们 所以他们是乐意的 就是说等于是我跟他之间是有共识的 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 他们也觉得他们的故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平衡的 所以我们跟阿财的关系 或跟阿南的关系 比较是说 我们有没有本事挖出他的宝矿 因为以前我们刚开始 可能就是会很知识化的 问他们的劳动条件什么什么的 像包括像刚刚去舍石山去捡煤矿 我也是刚开始我们没有列这一条 因为我们 然后我是说 为什么我在外国的小的童书里面 都有说小朋友去舍石山 捡煤矿 你们难道都没有捡吗 然后他就说 是你没有问啊 不是我们没有捡 然后就跟你讲了一个 他们小时候 对对对 所以其实是 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 那个煤炭的年代 所以是我们不懂得去 那事实上他一讲就讲出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一个是他跟他姐姐曾经去捡煤矿 捡多到背不动 然后因为就有点尴尬 然后他就说大人要去帮他 他又不好意思让大人帮 然后因为太重了 就在舍石山上哭了起来 这个是全家都一直会嘲笑的一个故事 然后第二个他会跟我说 我如果捡两包的话 我一包给妈妈用捡回家 另外一包我拿去卖 我去换一根冰棒 然后就说那个冰棒的味道好好吃 特别是如果是 因为那个穷苦的年代 不会给小孩 没有余钱给小孩当零用钱 所以他就要自己找乐子 他自己去捡那个碎煤 然后用一袋去换一根冰棒 所以我就觉得说 所以是应该是说 我们不懂得怎么再更去贴近他们 那当然就是越来越熟悉 然后更多资料 像包括我可以去找一些摄影集 然后跟他去指认 这个摄影集里面的一些场景和故事 我都觉得其实 那个是一个怎么样再去挽回 把那个历史找出来更多的一个方法 但是的确也有我们做口述历史 也有一些矿工是透过关系间接介绍的 然后他们的确我最常会问他们 访问他们 然后就说那些都没有了 为什么要讲这一些 或者是说对他们来讲 其实是一些痛苦的 他就说那都过去了 没什么好讲的 所以反而是一个 那又是你刚刚讲的另外一个 一个访问上的困难 或者是要怎么样去互动出来 让他们也觉得讲这些 其实是有意义的 然后或者是说再去回头看 那些痛苦跟辛苦的历程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也是口述历史里面 那个跟受访者互动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其实我们也做一些访谈 或者在做一些口述史的时候 就常会得到一种婚 就是这也没啥 有什么好说的 你是要做啥 就是他 他可能有很多 真的觉得没有什么 他可能很多是说不出口的地方 那我就觉得像这个 因为从周朝人他们这一个家族 或者是兄弟的这些媒体里面的这种程序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自己的故事这件事情 其实没什么好害羞的 就是只要我们有本事 就是只要我们愿意我想都应该更多人知道 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工作的经验 或是生命的经验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那事实上我在看你的作品 包括我们刚刚谈到你过去拍的一些纪录片 大部分都是跟劳工 都有一些关系 例如说包括发工 或者是停车阁的收费员等等的这些故事 我不晓得包括现在也在谈这个阿财的故事 那这些为什么你会想要以劳工作为你的这种所谓的创作的主题 这跟你的经历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知道这些劳工的故事呢 可以分两个层次来回答 第一个层次是说 其实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一个劳动者 然后他们是经历从农业或者是鱼捞 我们家住社子 就是有伴水河跟基隆河 所以他们是半年在种菜 然后半年在抓鱼 就是捞这个鞋 然后所以他们是一个劳动阶级 然后从本来的农业业 然后整个社会的转型 他们必须当工人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你要被巡化 或你被迫在这个工厂 厂厂的一个规训 以前你是跟大自然 你是跟农业 你跟老天爷 你跟这个辛苦的工作 但是那个工作的安排是自己 可是到了你必须这个鱼 鱼已经 河已经被污染了 然后土地被蒸熟 你变成是一个赤裸裸的工人的时候 你怎么样要去跟老板 跟同事做这样子的一个协商 或者是被协商 然后我觉得这个 在我爸爸身上 我觉得我看到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历程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对劳动的情感 是非常深的 因为这就像是在回答自己说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很大的一部分 其实是来自于我的爸爸妈妈 是一个劳动阶级 然后变成今天的我 就像刚刚讲的 劳动爸爸妈妈不是只有他自己劳动 他会影响到他的小孩 那我就是这一环 那所以说我觉得在个人的情感上 是跟自己的出身有关 然后第二个 为什么从社会面来讲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劳动 我觉得煤炭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你想想看再有钱的 他们的老板叫做李建新 李建和 然后他拥有矿权 然后他有钱去投资那些设备 什么洗煤厂 整煤厂 然后去买什么 可是如果没有工人 那个黑金 那个煤矿 永远还是埋在地底下的 所以一切 所以就是真的是要有这群劳工 这个劳动力 他们这样子从白盖 白白干净的 然后咕咕咕咕咕 搭着矿车 然后他们说矿车 越挖越深 所以可能是要搭三趟的矿车 前面是火车 后面是用那个卷阳机 把他们卷下去 这样 刚才快要一个小时 才到达那个挖煤的地方 然后挖的这样 咕咕咕咕咕咕 然后他们就说出来的时候 只有只剩两只眼睛 是亮着的 然后如果没有这群工人 去这样子冒着生命危险 到那么危险的地方 到那么那么肮脏 然后到那么热 甚至于热到只能打赤膊 甚至于有的有穿裤子 有的人他们就说是 是脱口来贴地 就是连裤子都穿 就在这么真的 我们都会觉得 这应该很像动物吧 没有人的尊严 想说管老师也不会裸体在上课 所以我们都觉得 我们要维持一个体面 像人一样 可是到了矿场的工作 是完全去你这个人的 人性的尊严的一个人 所以我都会觉得说 但是没有他们 李建兴也不会有煤矿 就是如果没有这群人的劳动 永远是在地下 一公里以下 两公里以下的地方 他不会出来 所以我觉得劳动才有办法 创造这些财富 劳动才有办法 把这个煤这个能源 为这个社会所用 不管是他们以前是军用 或者是拿去发电用 或者拿去开火车 这气火车也是要靠 然后或者是用各种的锅炉 所有的工业的动力 都是靠这些煤 而这些煤之所以能够生产出来 其实就是劳动 所以对我来讲 如果只讲什么煤业 什么产炭 什么几万吨 然后是什么全台湾第一 瑞珊很长时间是全台湾 产量第一的煤矿场 但是你却不去讲 他有多少工人 他发生多少执灾 然后他们多么的辛苦 才把这些煤运上来 然后再运出去 给大家所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 他变成是一个没有阶级 然后没有告诉我们说 这个社会怎么运转的 所以对我来讲 关注劳工 也是我会觉得这是跟我认识到了 这个社会怎么运转 很重要的 他不是只有资本 事实上劳动 是创造这些财富 还有创造这些动能 或创造这个社会进步的 很重要的根本 我觉得这蛮重要 这特别是我们这一阵子 充满了很多黄仁勋的传奇 黄仁勋的故事 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些大老板 然后这些有迷惘的人 甚至是某种类型的英雄 他好像为这里的经济发展 会带来很多无求的希望 可是就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工人 那些煤永远买在地下 如果没有这些工人 那些煤可能也没有办法发挥 他在军事上面 或者在经济上面的这些种种的效应 所以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他才是一个 我们生活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 但是我们看到的人在过往 大概都是有看到 那些公喉将长 那些有名望的英雄人物 可是这种默默的这些劳动者 他恐怕才是 我不跟你说他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至少是对这个社会里面 他充满的这种能量 以及让这个社会能够前进进步一个非常根本的一群 这些这样的一群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要去关心的一件事情 非常谢谢郭明珠来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故事 那我们也会送矿山的孩子来给我们的听众跟观众朋友 所以注意一下我们节目说明栏的地方 你就会得到相关的资讯 好谢谢明珠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教你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老师 拜拜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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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